好 請看第九題喔 他說請你比較這四個數字的大小 好 這也是一樣的 第一次出現什麼東西啊 有四方的 一個是一次方 二次方 三次方 還有 四次方 好 這怎麼算 第一題 不要直接寫的 答案我會拿 四次方比較大 錯 為什麼 因為十三分之九怎麼辦 他怎麼了 他是小於一 小於一的話 怎麼記 小於一的話 次方越大反而會怎樣 會越小 除非要大於一喔 如果他寫的是九分之十三的話那就OK 次方大答案就越大 因為他大於一嘛 對不對 可是這題目不是問這個 題目是講這個 所以小於一的話呢 次方越大反而就越小 所以請問誰大 他最大的 所以答案就寫下去 十三分之九大於十三分之九的 二次方大於十三分之九的 三次方大於十三分之九的 四次方 好 這第一答案 所以第一答案 你的順度不用算 只要觀念清楚 答案就算就想出來了 男是男在第二題 第二題怎麼算 第二題 二跟一很像對不對 差在哪邊 有一個符號 哇 我跟你講 差一個符號差很多 那先算正負 來 怎麼算這種題目有符號的 來 記一下喔 先判別正負 再判別那個大小 請問你 誰正誰負 注意聽 只要每逢二次方的 只要是偶數四方的都一定是正 所以換句話說那個 二次方跟四次方一定都正的 所以這兩個肯定是前兩名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偶數四方的話一定是負負得正 這樣會嗎 可是如果一跟三的話呢 就要再想喔 好 怎麼辦 怎麼想 欸 我們先講第一名好了好不好 第一名 請問你誰是第一名 五二 九 我想這兩個 打過這兩個喔 一個是負九分之十三的二次方 一個是負九分之十三的四次方 你猜誰大 二次方大 因為它小於一對不對 小於一的話 次方越小反而會越大吧 所以第一名應該是負九分之十三的二次方 大於負九分之十三的四次方 好 難之難在第三名 你猜誰是第三名 是這個一次方的呢 還是三次方的 一次方 哪一個 講清楚喔 這個最難 很多人認為一次方對不對 來 租一聽 剛才我怎麼說的 我說如果你遇到負的時候怎麼辦 先想正的對不對 正的時候誰比較大 正的時候 沒有 正的時候是一次方比較大 因為它小於一 大於 正的時候它大於一 我說九分 寫錯了 對 九分是十三的話 那我這邊寫錯了啊 我這對你比較好了 對不起 這寫錯了 這應該是四次方大於二次方才對 我剛看錯了 我以為他這個也是十三分九 因為如果是十三有更難喔 九分十三很簡單 九分之十三的話 因為它大於一嘛 所以次方大答案就越大了 對不對 我看錯了 對不起 所以應該是四次方大於二次方才對 因為大於一的話 次方越大答案就越大嘛 對不對 好 可是如果是對於負的而言呢 先講正的 正的時候是三次方比較大嘛 對不對 可是當我是負的時候呢 反而變成它比較大的 所以答案大於什麼 大於負九分之十三 再大於負九分之十三的三次方 所以注意喔 不是每個答案都是什麼 一二三四或者是四三二一喔 不一樣 好 這個要小心一點 這個連我也犯錯了喔 OK 好 你看一下